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今天周五老米赵律师公布了有关4.4海灯节甘雨深鹤行秋三套新衣装的展示PV,同时也正式公布了这些皮肤的最终售价,都是没技能特效的四星皮,也就是售价168块,只不过甘雨深鹤的那两款会在海灯节期间打8折出售,折后135块,行秋的那款则需要完成主线大活动后限时免费领取, 当然不差钱的老哥也可以去选择购买那个老米新推出的PS5联动礼包,官方指导售价为3599,内涵自选四星皮肤礼包一个,就是不包括迪卢克高马尾,售价198的那个五星皮,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三款新皮肤都有什么看法呢?反正某论坛是直接炸锅了,有玩家直接锐评到,我都要看看哪个大原种会去买干雨的新皮肤,好好的黑丝双眉就眉,连体高叉还变成平脚裤了, 这不就是妥妥的花钱买河鞋,真是被圆皮肤全方位的暴杀,要我看,这次就是行秋甘雨两人一起把扶妞娜的衣服给偷了,只不过行秋拿走的是上衣,甘雨拿走的是裙子,老米你是懂排列组合的,深刻的那套感觉还可以,甘雨的那套就真的太平庸了,真心不如圆皮,太令人失望了,服装跟角色,那是一点也不搭配啊,像是硬组合在一起的, 借用隔壁衣服,真理医生的话来说,那就是复分,给我滚,真的要我说,还不如把上次洗茶联洞的那款皮肤实装了呢, 这大过年的穿一身黑,你是来过节的,还是来奔丧的,很难不怀疑老美工全跑去崩铁绝去灵了,被以往宁光的那套晚礼服暴杀, 就这你还要卖168,怎么不去抢,怎么说呢,如果甘雨深刻的新皮肤,能出的更符合大火标准的二次元审美, 那至少证明老米的美工大大们,还是愿意倾听玩家的声音的,但是,就照现在这继续摆烂的态势, 建议大家可以丢掉幻想了,元神,现在就只是个会树脂膨胀的,不断吸大家血的老东西罢了, 啊这大家这反应,是不是有些太激烈了,反正就以老黑的感觉来看, 甘雨那款新皮肤,着实还是挺在线的,正好也是老黑既优拉后第二钟爱的角色, 这次的新衣装肯定是要拿下的,甘雨那款的话,确实就有点不好评价了, 与经典元皮相比肯定是要逊色不少,但上半身尤其是头部的装饰, 还是有点好看的,咬咬牙也能拿下,至于行秋那个,和弗妮娜的即时感也太强了吧, 整个就像复制粘贴过去的,怕不是把以往水神的废案设计重新包装回收了下, 又原封不动的拿上来了,反正少女与少年的模型差距也不大, 改改还能接着用,不过好在活动免费送,老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, 那不知道各位老哥本期还能结的这几款新皮肤, 你们都会打几分呢?会不会选择磕金购买?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。